六號楊敬明 七號明 這邊傳球 出現了失誤 這是默契上面的問題喔 蘇士軒本來以為他要下滑 open 的出手 砍進了三分 這邊這個傳球 這個球我覺得蘇士軒你就拿下來 所以敏哥看起來 來你GO 轉移到敏哥手上 catch and shoot 壺頂位置命中三分 哇 外接投射 淹了 楊敬明進攻籃板 爭搶過程當中 擋住了林舒豪 輪到國王隊風轉位 彈歐中部是楊敬明 楊敬明非常的振奮 他在火鍋 楊敬明要到犯規 一個highlight時刻 對 他可能看前面林舒豪 其實都上得很輕鬆啊 轉換攻擊之後 反而由楊敬明要站上拔球線 沒有吞下過3連牌的 所以 楊敬明發動進攻 把球交給了大壽司 跑投進到兩個 這個框真的有點問題 楊敬明 懲罰對手退防不緊 對 導播非常懂得鏡頭語言 這種萌太熙 鏡頭都很猛表現 好好的人家是原本就沒有追啊 是嗎 對啊 還好啦 帶楊敬明 敬哥 在底線 差一點就3秒啦 楊敬明很快地打回2分 這樣 敬哥 身體對抗要到哨音 這次出手是不算的 剛剛應該是想要打一個2加1了 但是 確實投了有一些急躁 我們來看一下敬哥 第三節要接管比賽嗎 撤到3分線外地板給球 收球 戴維斯要到哨音 3分線外兩投0中 楊敬明收球 要到了裁判的哨音 因為溫德 在台灣之籃花 012季的年度最有價值球員 已經進入最終的決勝期了 三下卡了兇 不是 正如手套的話都是錯位 馬上快攻到第一位去要球 這一個 沒有辦法突破聯盟最高得分的紀錄 敬哥繞出來 在底線 再一步之後 第二排埋起的犯規 呂正如要把阿敏送上罰球線 有兩罰跟三罰差很多 哇 看起來 應該沒有 哦 感覺好像是三罰 跟封線的防守能力上 是稍微比較薄弱一點 你看第二罰 沒問題 楊敬明第三罰 沒問題 真的 別在那個 勞